5月23日晚间 邹平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发布信息 山东卫桥创业集团创始人 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世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9年5月23日17时三分逝世 享年73岁 2018年 张世平家族以650亿人民币财富排名胡润百富榜第26位 而他本人也长期位列山东首富 让人感叹的是 张世平的财富并非来自地产 而是大众眼中的两个西洋行业铝和纺织 张世平旗下的魏桥纺织2005年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他也被业界称为亚洲棉王 2001年起 张世平又开始涉足电解铝 并在2014年超过俄铝成为全球最大铝生产商 并创造了赖以成名的魏桥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魏桥集团还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根据全国工商联去年8月发布的2018年民营企业500强报告 魏桥集团位列第五位 仅次于华为 苏宁 郑威和京东集团 1946年出生的张世平被称为旅业大王 亚洲棉王 更为亮眼的标签是山东首富 盛名之下 他又只是一个出生于农村 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人 据齐鲁晚报报道 作为家里的长子 为减轻家庭负担 张世平完小毕业就进入邹平县供销联合社全资拥有的第五游棉厂工作 当时的邹平还只是位于山东中部偏北的一个农业小城 由于盛产棉花 这里也是当时山东重要的棉花产地之一 进入这家小油棉厂一时 张世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扛棉包 根据当地普遍的说法 因为能吃苦 最勤劳 张世平很快被老厂长看好 并被提拔为厂里的消防队长 之后 他又陆续担任了车间主任和副厂长 直至1981年成为一厂之厂 那一年 张世平刚好35岁 而在张世平一系列精明的生产调整和内部改革之下 这家油棉厂当年便实现扭亏为盈 1998年 张世平将魏桥棉纺织厂改组为魏桥纺织集团 其后五年内 魏桥集团 累计投入170亿元 将杀钉从33万钉增加到500万钉 支机从4000台发展到4.2万台 到2005年 张世平已经把魏桥 做成了全球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一举奠定棉王地位 而在魏桥纺织大规模扩张发展之时 曾遭遇热能 电能严重供应不足的困境 彼时 中国处于电力供应紧张的时代 限电时有发生 为此 国家曾出台政策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发展自备电厂 张世平便自筹资金建起了企业的第一家电厂 不但解决了电荒 还产生大量剩余电量 魏桥纺织的应染项目开工后 电又不够用了 于是第二家电厂又开工 由此 其棉纺产业链越来越长 直至张世平看上了电解铝项目 该模式垂直一体化 不受国网调度 无需物价部门合价 不受发电实现控制 魏桥模式不仅解决了魏桥集团电力不够的问题 同时直接影响了生产成本 电价比国家电网低三分之一 这样的成本优势使魏桥集团在电解铝行业迅速崛起 也使其在其他铝器深陷泥潭时 中国红桥依然轻松盈利 公开资料显示 世界上90%的苹果手机和铝材都出自魏桥集团 张世平家族控制的中国红桥在2014年超过俄罗斯的俄铝 成为世界最大的铝生产商 魏桥创业集团官网介绍称 该集团位于卢北平原南端 是一家拥有11个生产基地 其纺织 燃整 服装 家访 热电等产业与一体的特大型企业 然而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变革 环保风暴持续高压的大背景下 以纺织业 履业为主业的魏桥创业集团一直处于风口浪尖 比如 2017年9月 多个部门对魏桥创业集团进行抽查验收 和定位桥集团关停电解铝产能269.2万吨 中国红桥也曾在去年底披露 由于产能关停而继体资产简直损失31.66亿元 较2016年同期增长233.4倍 一生不碰期货地产 据奇鲁晚报报道 外界盛传 张世平一直用一部200多块钱的功能手机 怕丢失或者坏掉后找不到同款 他甚至还买了10台做备用 偶尔 张世平也会拿出一部iPhone拍照 除了拍照也只是发挥另一功能 向旁人展示上面的屡才来自魏桥创业 张世平不用电脑 没有微信 但他200元的手机就是一个面向员工的投诉热线 他经常会收到来自于普通工人的短信 张世平日常出差 一般都是一个人拎上包就走 不带随从 张世平曾表示 他非常看不惯有了职位 财富或权势就带上一大班随从讲风头和排场的人 美金小编注意到 2015年 张世平曾公开表示 我并不敬佩李嘉诚 我最尊敬的企业家是王永庆 我不擅长搞关系 也没必要搞关系 我十年前就下了决心 不进入地产和期货 我们做房地产非常有优势 第一批入选可以做民营银行的企业名单上 魏桥也是第一个 但不管外界怎么引导 我都不进入这两个行业 因为我很有自知之名 张世平解释说 魏桥集团的核心曾和几百名管理骨干 包括他自己 都不具备驾驭本行业之外产业的能力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 2018年9月26日 魏桥创业集团完成了一次工商注册变更 集团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由张世平变更为张波担任 据媒体报道 作为张世平唯一的儿子 张波早就是内定的魏桥创业集团的接班人 而张世平的两个女儿张红霞 张燕红也早已在集团管理层挑起大梁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